年轻女孩独自一人跑去神秘婚纱店试婚纱 可谁知店里最好看的一件婚纱根本就胖不得 一旦穿上就会被受诅咒 会被永远困在婚纱店里 直到等来下一个接班下她才能自由 本期给大家讲个奇幻片 百年婚纱店的故事 女孩名叫Rola 还有三个月就要结婚了 这天她的未婚夫在网上 看了一家很不错的婚纱店 可是未婚夫却突然被要求加班 来不了了 无奈Rola只能一个人去找婚纱店 只见她气冲冲地挂掉男友的电话 一转头 百年婚纱店的招牌映入眼帘 Rola二话不说 推门走进店里 很快 漂亮的女店员来招待她 Rola拿出电脑 指出自己想试穿的婚纱 可是店员却说 这是只对贵宾开放的婚纱 不过今天是我任职店长三周年的日子 给你破例开放 听了这话 Rola喜出望外 她跟着店长来到贵宾区 并且一眼就相中了中间最好看的婚纱 不好意思啊 这款婚纱已经被别人预定了 你不能试 而且店里只剩着最后一件了 除了这件 其他款式随便你挑 女店长丢下这样诱惑的话 就留下Rola一人 然后转身连去 自己一眼相中的东西 就在眼前还不能碰 Rola心里养得个猫抓一样 你说不让是我就不是了 哼 这叫Rola果真不听劝 见周围没人 还是对中间这件婚纱下手了 穿上婚纱的她美艳动人 果然这一套才是最适合她的 Rola想着和男友梦幻般的婚礼 突然终生想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Rola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只剩下一件工作服 她顾不得那么多 只好先将就的穿上 然后跑去找店长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店里空无一人 手机也没有信号 店里的大门更是被锁得死死的 她被彻底困在了店里 而此时她手臂上突然出现了 和店长一样的印章 衣服上的胸牌写的正是Rola 在想到店长的话 Rola慌了 她急忙拿出电脑 登陆婚纱店网址 输入自己的编号 只见里面竟然是她的任命通知 她成了第57任店长 任期三年 等下一任店长来接替她时 她才能重获自由 还有一系列店长规则 一看到这儿 Rola慌了 她可是一百天后就要结婚了呀 怎么能被困在这儿呢 时间一天天地过 Rola越来越心慌 出于无奈 她只能在婚纱店网站上 打出全场半价的广告 想吸引一些接盘侠 果不其然 到了第98天 终于有人来了 女孩叫做林奇 门刚一打开 Rola就冲了上去 要知道 这可是几个月来 第一次开门 可是Rola根本推不开门 她顾不得那么多 强装镇定 然后立刻带着林奇 去贵宾试试婚纱 果真 林奇也第一眼 就相中了那件受诅咒的婚纱 一旁的Jonah 更是把她吹得天花乱坠 什么永恒的爱情啊 听得女孩一愣一愣的 很快 林奇果真上当了 穿上了婚纱 看到墙上的店长画矿 换成了林奇的 Rola再次尝试开门 她成功了 幸运的是 外面的世界 居然只过去了一天 Rola还赶得上自己的婚礼 只是突然有个人大喊她 林奇 还自称是她的未婚夫 Rola此时突然意识到 婚纱店的店长规则 她没有干过三年 违反了规则 因此 她再也变不会曾经的自己 Rola追悔莫及 越是华丽的外表下 可能越是潜藏着危险 玫瑰虽好 但是小心她的尖刺 本期就到这儿了 我是斯坦 看都看完了 不关注一下我吗